大明星光芒太閃耀 即便到了軍中也低調不起來 徐光漢暫時放下明星身分悄悄入伍 但卻還是被爆出在軍中享有三大特權 徐光漢歷經十六天的基礎訓練期間 被爆享有特別待遇 不只可以獨立使用廁所 還能吃外食 甚至不用和其他隊友一起上課 但內政部也發出三點聲明滅火 點出他是在八月二十九號下午身體不適 中隊幹部將他帶回中隊上廁所後 才重新回到課堂 辟謠缺客跟獨用廁所的消息 也提到徐光漢適應良好 還取得救護相關證照 也有同寢室友透露 徐光漢上課認真 雖然折棉被折文杖的內務沒加過分 但他在軍中也發揮好歌喉 在替代一隻歌比賽拿下第三名 替了平頭的徐光漢模樣曝光 鏡頭拍下他收假返回營區 不過在這之前他的放風生活 也被周刊捕捉到 身傳軍綠色上衣跟黑色短褲 時光漢經紀公司為他舉辦 節訓派對聚會直到隔天凌晨一點 但離開時他還使出掉虎離山 換經紀人身穿他的衣服 讓媒體跟錯人 自己悄悄變身從後門離開 防跟牌手段超專業 激勵想低調 但各種軍中動向一舉一動仍是焦點 才是喜歡蔡宇劇可不可以是台北什麼的 感谢观看